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季先生 把电话给谷老板 好的 谷老板 这是娜娜 爸 我是娜娜 娜娜 娜娜 我在这儿啊 爸 我 我是小雯的妹妹 小雯 我是娜娜 娜娜 我爸怎么了 把谷老板的帽子摘了 他把谷老板的帽子摘了 他妈想当那个他的宿命 你肯定是你 情况别是的 姐夫 你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 你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卖个懒儿 阿库 你先交 我先交 你别跟我移老卖老 你聪明 我也不傻 我们都是没有退路的人 谁都别吓唬谁 他懂密文 应该已经锁定沙漠户遗产的位置了吧 你们俩甩开我离开这个房间 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你多虑了 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不说两家话 行 那我就再往前说 人家自己能拿遗产 凭什么要跟你这个糟老头子奔呢 从现在开始 这种话 不许在这说了 给你拿到哪 你拿到哪 有什么样的 吴都是在哪 在天后 甚至是一筋 优独播剧场上 便宜了 爹 那是小时 也像不融 evalua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崔命呢 这不是撒家大少爷吗 小飞啊 你们家不是给警察一锅端了吗 怎么 还有存货呢 我说 我这次来不是卖货的 我买 买什么 家伙 家伙 有 家伙 一把八十 纸勺码 不欠金 何叔 钱的日子我卖给你的 我先买回来 我花两倍的价钱 两倍 傻大肚子 我头回到你那儿拿货哪天啊 差点就给你跪下 忘了啊 何叔 以前是我不懂事儿 现在家里遇到坎了 麻烦你 绑个麻 你刚才说什么呢 来 再说一遍啊 以前是我不懂事儿 现在家里遇到坎了 那儿 麻烦你 打个麻 几倍的价啊 我出五倍的价钱 这算留个证据啊 这可不是你花叔逼你的 是你自愿的啊 来了 扫码 先看货 这是规矩 你要是不愿意得啊 我可以去找大师哥 走吧 四叔 小江总是古老板的长女 现在在沙小飞手里 古老板的闺女有办 你管还是不管 我姐她怎么了 把沙小飞弄过来 只要我确定小江总 还是安全的 密文我教 否则 一切免谈 这可是稀罕吧 但我手上还没误热呢 我还真舍不得给你 傻傻眼 这五倍的价格给你啊 我自己的铁匙 你还没看 我肯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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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吗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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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事 我现在家里遇到坎了 麻烦你 帮个忙 打给他 老伙 您就不怕 那小子把警察给招来 当年谷老板把基地设在这儿 就是为了图个安全 警察如果敢靠近 我就有办法把他们都埋在这儿 如果小姜总不来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个房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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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吧 免提 我给你发个位置 你怎么靠废话 说 我这是谁 裴四叔 小警察 你想见的都在这儿 你想要的 也都在这儿 衣服 给你 小姜总 阿姑 警察一直在抓你 你到底又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你听我的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过来找我 一个人 你压根就没有找到你爸的仓库 现在回来是想翻沙漠户遗产 我说得没错吧 别让我 你以为是你气哭写的 楚一涵是他的儿子已经破译了 沙漠户的遗产已经找到了 不信你问他 他是警察 你傻呀 你要拿到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你还回去当警察吗 小飞啊 之前四叔跟你过不去 是因为你爸留下那个破仓库 现在仓库没了 咱们就没什么好争的了 你这样 你把周级的老婆 平平安安地给我送过来 我想你保证 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四叔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咱俩找那个破仓库 说句实话 迟早一天 那会被警察抄了的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信不信 你自己看着办 吴野生 明泽 这是在我父亲办公室找的吗 这个药物本身是用于心房触动 或心房扑动 经电转服后的维持治疗 但过量服用 很有可能导致心源性猝死 而我父亲本人 还对奎因丁过敏 如果你们能在他的体内 检测出相同的药物成分 我就可以证明 他是自杀的 马上给夏队长送过去 是 来 吴医生 这件事件 谈在谁的头上 你难以接受 太绝 我的父亲到底是被胁迫的 还是他本身 就是犯罪了 你父亲的死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你跟你父亲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有过什么异常啊 可能我们两个 从来都没有正常地相处过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准确的答案 那天 我跟他在熟食店被一个叫阿库的男人绑架了 那个人以为我为要挟 我和他 胁迫他去做一件事 其实我想问的是 他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才死的 牟医生 我只能告诉你 你在苏食店所经历的一切 只是这个案子的一小部分 对于你父亲的死 我觉得你 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无论是从 感情上 还是从道德上 还是从法律上 你都不要责怪自己 你作为穆先生的女儿 承凡的恋人 你做得非常好 承凡他还好呢 你放心吧 他是老刑警了 没有什么事他看不过去的 天亮以前啊 法医的结果就会出来 如果他是清白的 他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这件事情啊 无论什么结果 对你为以何承凡的感情 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们两个人相爱 相互找到相互欣赏的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作为老朋友 我会尽我所能 支持你俩 谢谢 要是不走了 有什么事 等那小子把人送过来得说 你带几个人上去守着 车上轮流睡觉 是 老板 这有七个房间 俩人住一屋 女娃子先挑 她哪斤也不要 这是男人窝 赶紧走 太晚了 女孩子不安全 她必须走 不是 孩子 你这个狼王啊 还没登机呢 改天给你选个好日子 今天我说了算 娃娃 今天先待在这儿 等事情处理完了 我这晚上送你回去 我不走 嗯 那行了 那赶紧挑吧 我告诉你啊 挑晚了 你只能跟我睡一屋了 跟我一间 男人 都是男人 没得选了 我爸住呢 拐脚第一剑 放我走 不然我打死他 你别急着我 我打个电话 跟上级请示一下 那 别害怕 我不会杀你 墙里面已经没子弹了 我回不了头了 不管有 你选择怎样的路 永远其中 自己辛苦 找不上自己 找不上你 告诉他 我不能再弹琴给他电话 我不能再弹琴给他电话 百事在尽 小江总是古罗版的长女 文理 她就是你亲节者 我 娜娜 你知道 你脚上那个伤是怎么来的吗 是被那个汉北警察 承凡 开枪打伤的 我妈妈江江九霖 她也是被你们打死的吗 我妈妈 有 我妈妈 我妈妈 所以 你是 你 你 君 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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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段职 夏队 这是目前能找到 关于这辆车的最新画面 各处说飞车都已经回信了 暂时都没有发现 这两张车的通行记录 不过 他们都是往北去的 沿路都市沙漠 能选择的大陆 只有这三个 夏队 这是沐少白的女儿 沐霄医生提供 教会检查课 明天早上请我接过 是 好 江总 您要的安眠药 安不让您打几话 尽快服用 晚安 好 谢谢啊 来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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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下队 江九平的危机日证程 继续盯 前后门度过盯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的曲子吧 崇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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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段 四十分钟前 北官派出所接到报案 说查到了沙克菲的踪迹 他们六点左右接到的报案 你看 小埋店老板被人勒死了 结果他们又调出了 周边所有的监控 又查到了这个 这是换了一路假车牌 够忙活的 假车牌 够狡猾的啊 喂 夏白 将你们侍奉了 小猪 出来了吗 对你 初步判定 他是在死前一个小时左右 服用了大量奎尼丁 死者本身就是 奎尼丁过敏体质 所以他是药物之死 后面的击打 只是皮外伤 台局 沐小婉医生可以证实 药物来自死者本人 机场监控我们也调去了 程帆在沐少白死之前 一小时刚刚下飞机 所以台局 程队 现已解除了 当局 谢谢 应该的 小猪 台局 江九平的窝水里 发现有偷往外面的地下通道 他跑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楚一涵 沙小飞 江九平的路线 从目前的监控来看 具有极强的一致性 这不是巧合 是会合 如果他们会合在一起 楚一涵会更加危险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 更接近案子的真相了 即便他们不会合 等一下 即便他们不会合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把江九平找回来 这儿呢 其他的谜底 也就不愿意了 师父抱歉 小白 没事 走了 志哥 志哥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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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看到没有 都是些好孩子啊 通情打理 来 小飞 坐你爸的位置 我先走 我坐你那个位置 那儿你现在可坐不起啊 我姐呢 放心 没死 我可以把它给你 准备拿什么换 你想要什么 你要的 我都要 都是自己人 嘴边张得那么大 江小姐是老谷的亲闺女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 是吧 做叔叔的 不希望你们这些孩子之间 成天打打杀杀的 这样吧 你要是想要钱呢 那我给你 想要枪 咱们想想办法 好了 我要明确的是 沙漠虎的那些家点儿 现在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了 对吧 如果你想加入这个集体 我欢迎 你放心吧 蛋糕 有你的一份 沙漠虎的遗产 在古墨兰手里面 跟你有什么关系 改朝换代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楚一涵 她是唯一知道 沙漠虎遗产的人 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 把江小姐给放了 咱们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好好聊 第二 你把人杀了 然后 亡命天涯 让警察满世界去抓你 当然 我们也没什么好下场 说吧 江家大闺女到底在哪儿 还是你先告诉我 沙漠虎的遗产在哪儿啊 我说老板 江家闺女的命 你到底是救 还是不救 我都没有想要 不救 你不要想要 我都没有想要 师傅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们看看 这姜九平到底什么情况 故意的 现在就是无法确定 他是把咱往宫里带的 还是真想给咱指路 师傅 他要是真想指路的话 直接通知我们就好了 这钻地道又做迷藏 那到底什么意思 通知你 怎么跟你说 他如果跟咱们说了 那不等于自首吗 他这是做事留一线吧 如果这事能混过去 他就说自己是去黑沙海散心去吧 师傅 您说呢 城牌 他的路径和沙小飞的战时是一致的 钉死他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姜九平活着带回来 是 舅舅 你怎么来了 老三的那批古董枪支啊 是在我这儿 西北狼的事情 你们贪不了 就好 by bwd6 起乘与人间烟火 流浪荒漠 心跳若听懂承诺 无数个我 永不回头 尖尘灯口 放下拥有 才懂自由 才会有我 一遍来过 心就会记得 心想多可能 走出荒漠 我不寂寞 铭记在你心中的我 还有更多 阳光渐渐的醒来 忙碌已久 缓缓越过山峰 无数个我 永不回头 尖尘灯口 放下拥有 才会自由 才有如果 尖尘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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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